从前瑞典有一个人名叫诺贝尔 他在读小学的时候 成绩一直名列班上的第二名 第一名总是由一个名为百计的同学所获得 有一次 百计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 无法上学而请了长假 有人私下与诺贝尔感到高兴说 百计生病了 以后的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 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 反而将其在校所学 做成完整的笔记 寄给因病无法上学的百计 到了学期末了 百计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 诺贝尔则依旧名列第二名 诺贝尔长大之后 成为一个卓越的化学家 最后更发明了火药而成为巨富 当他死后 并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 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 每年用这个基金的资稀 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 化学 生理 医学 文学 经济极致立于人类和平 有所贡献的人 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 与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 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 也留下了后人对他的永远怀念与追思 最后在历史上 大家都认识考第二名的诺贝尔 但鲜少人知道 永远考是第一名的百计啊 从诺贝尔的故事中 我们获得一个深沉的感受 诺贝尔的成功 绝非只靠他的聪明才智而已 更重要的是他的心胸气度 与分享的态度 真所谓 格局决定结局 态度决定高度 是也